3月21号中华遗嘱库发布2021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首次公布00后遗嘱数据 据工作人员介绍 2020年到2021年有223位00后立下遗嘱 主要处分的财产以银行存款虚拟财产为主 在2020年到2021年的立遗嘱人中 有223份是00后立下的遗嘱 那么比上一年增长了14%多 应该来说90%多是涉及到的是银行存款和虚拟财产 虚拟财产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包括像微信支付宝QQ等等 还有游戏的装备游戏的账号 更多的在微信遗嘱上留下自己的留言 是表达自己对自己的爱人 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朋友 甚至有的人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牵挂和想法 陈凯介绍 来立下遗嘱的00后大部分是18岁到20岁的在校大学生 他们的财产不多 希望通过这种有仪式感的方式 对他们所关心的人进行情感表达 因此在财产继承人的选择上也不仅局限于亲属 从积极的角度看 这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 新的一代人 他们更在意的不是物质的东西 更在意的是情感的东西 他们很多人是把财产给到自己的父母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把财产给到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恋人 或者是暗恋的对象 那么他们用这种方式 实际上是在传递自己的一个情感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 2021年定立遗嘱人群婚姻状况 已以婚为主 占比达70.7% 离异人士和再婚人士的数量 五年间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 此外离婚冷静期实行一年以来 前来咨询遗嘱定立的人数增多 出现了离婚不成先立遗嘱的现象 离异人士的数量从7%到11% 那么再婚人士的数量从8%到10% 有小幅的上升 这说明离异和再婚 依然是立遗嘱的刚需人群 离婚冷静期在民法典实施之后 开始执行 那么使得离婚的时间和离婚的程序 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离婚的时间被拉长了 离婚的程序更加复杂了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发现 如果这个婚一时半会离不了的情况下 万一自己发生情况 那么对方是可以合法地继承自己的财产 这也是跟他的想法不一致的 所以很多人在离婚冷静期期间 会来咨询和办理遗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